我們看的是基本港珠 每年的基本港珠 將會再蓋蓋心意 結果明天得出來 劉農部長康邊村 今天在立法院內製作 說今年 我們國際社會 經濟很好 基本港珠 要掉蓋這件事 可能倒不下下來 不過飯店產營業 受到疫情的影響這麼大 那真正要蓋也會和經濟不討論 今年臺灣經濟成長論 暗算創十一年來新冠 設備基本港珠審議到國外觀 發行時間一天開始 再去劉動部經濟部 國學會 去立法院全安保護 看完這位 讓多少都有了 每年基本港珠一定會去 所以合理的調障基本工資 服務以相關的配套措施 我們認為不僅可以照顧 邊際勞工的生活 縮小頻率差距 而且可以擴大內需的購買力 不過自豪代表一直翻 再去原本就去立法院外面 綜合基本港珠 制度要去八派的六甲團體 該去港眾上陣外面 打正貼來控制 因為疫情以來都過得很苦 甚至要發五倍券 那這樣一點基本工資合理吧 合理 結果呢 這個大財團的老闆 說哎呦 這樣基本工資會倒 我三個字 不要臉 今年基本港珠 未薪是兩萬四千塊 四薪一百六十塊 每年丟的貨幣是多少 在這裡做路主的拼頂 列出消費市場 因為本土已經爆發 我們去大胸 行政以至是 較少到去基本港珠要有配套 路動部費用 目前路動基金是四到八千多億 就要安定基金是四百九十幾億 但新規結果出來 會跟經濟部來參加 路後占隊 百祝餐廳建業中受重行業 做薪水差距不貼 記者綜合報道